国民党籍花莲议长张俊连任成功就投下震撼 但表示要退出国民党 而且说要等到党主席朱立伦下台之后 他才可能会回归党籍 而先议员黄兴 郑宝秀也跟进 力挺张俊的上一届议会的国民党团书记长谢国荣 他也不等党级开闸 主动拆除了现议会党团型牌 也预告要成立爱花莲团结联盟 要反抗政治霸凌 大动作撕掉花莲现议会国民党团的背板 同时也主动下架党团弦牌 动手的是现任花莲现议员谢国荣 也是前任的国民党团书记长 就是为了力挺花莲现议会议长张俊 从议员选举开始 那对我从头到尾就是不公平的对待 那全国各县市来看 排黑不止张俊一个 不管他后面党纪怎么处理 我认为就是随他们 张俊争取连任成功却是满度委屈 25号连任成功随即投下震撼弹退 我从今天开始我宣布退出国民党 尤其动不动就是排黑排黑 弄的我现在好像全国最黑的议长 张俊直到进入第二轮投票才险胜 但是不管被以排开为由 遭到党内锁定追杀 所以宣布退党 至于投票过程中同党跑票议员 也躲不过党纪处分 我们地方党部针对这一次 我们议会严重跑票的情形 我们会针对跑票者 在召开考计会的时候 会渐行考计会 为了清党我们严明党纪 一律开除党纪 包括议长本人 包括其他议员 是 不等党纪开闸 力挺张俊的先议员谢国荣 主动拆除议会党团弦牌 表达立场 若是国民党失去六席 议会将会失去过半优势 看来议会风云还值得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